咖啡要真 今天我来跟大家来聊聊资本和咖啡 咖啡创业应该是近十年来最火的创业项目之一 我们单单从近些年来市场不断出现的咖啡品牌 以及大大小小的融资项目就不难看出 咖啡这条赛道是越来越红了 如果你问当下年轻人一个问题 你创业想做什么 他可能会说我想做网红 或者是我要开一家咖啡店 很多年轻人怀着美好的憧憬和幻想 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家咖啡店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改编字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一年多前的一天 我微信突然有一个嫁我的人 我一看是一个广东的老大哥 小牛啊 一直有看你的视频 看你对咖啡的市场非常懂 对 想开店 对 这样我有钱 你有技术 我找两千万 先在北上广开十家店出来 不不不 品牌搞起来了之后 我再找别的大哥再追投我们一个小目标进来 我们就至少能赚几千万 这是在玩大鱼吃小鱼啊 害怕吧 当时聊天的时候 大哥还不经意的露出了他手腕上的劳力士 听了之后我就立刻反应过来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本运作的套路 当时我就委婉的推辞掉了 因为我觉得这种玩法很容易被论为资本的工具 资本为了能放大自己的投资收益 会故意的抬高估值 找下一轮入场者 这是必然的事情 一是咖啡市场在国内的确是一个风口 赛道刚刚开始 可buff的空间巨大 很多柱上的咖啡里面可能店面没多少家的 资本a轮扔个几千万进去 不疼不痒的 甚至前几年的时候 几百万就可以融个a轮 对于资本方来说没啥压力的 万一品牌做起来了 又能开开心心的去融b轮 甚至c轮了 所以可挖掘的巨大市场 是资本盯上咖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就拿上海举例 数据显示上海有8000家咖啡店 但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地铁4号线的圈圈里 出了一个圈圈 咖啡店的密集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更不要说周边的郊区 你想找一家咖啡店 就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说咖啡这个生意 它有很大一部分的市场没有被渗透到 另外咖啡具有成瘾性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特别是在一二线这种快生活阶段的城市 咖啡可谓是生产力工具 很多高压的工作 或者是消耗脑细胞的工作都需要咖啡 比如金融从业者 医生 律师 设计师 老师 这些工种都离不开咖啡 所以有依赖性的东西 它的复购率就会高 资本钉上这一块是顺其自然的 我周末没事喜欢出去压马路 前段时间我去海海路瞎逛 走到淮海七五五 我抬头一看 这之前开的好好的西走 怎么就突然变成了正在装修的manor 再回头想一想见怪不怪了咖啡市场的资本化加速了这些品牌在上海的竞争 纵观咖啡市场在国内发展这些年品牌的迭代差不多是三到五年一个轮回 除去星巴克 Costa这些国际的品牌连锁 然后就会有新的品牌再杀出来 像上岛 两岸 慢咖啡 咖啡陪你 Zoo Coffee 麦龙 英吉 Greybox等等这些咖啡品牌啊 在我印象中 这些品牌的生命周期就只有那么几年的高光时刻 那之后就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 被新的品牌派打在沙滩上 再看近两年活起来的品牌是什么 百分号 Peace Coffee Amstand 代数学家 Tim Hortons Manner 瑞兴 为什么这两年活 因为这些品牌近年有融资才活 那Manner只是在今年就已经拿了三轮融资了 Amstand也是一年里就拿了两笔融资 百分号背后是灰哥火锅做餐饮品牌的团队的运营 另外Tim Hortons还有Peace Coffee 这些海外的很成熟的品牌 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 背后已经有资本大佬抛橄榄枝过来了 另外我再说一个特殊的品牌 Blue Bottle 蓝瓶子咖啡 这个品牌其实一直没有开到大陆来 2019年去过他们的洛杉矶 旧金山 纽约这些店 当时我跟他们店里边的工作人员闲聊起来 他们说他们在解决一些问题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过来 出于好奇 后来我查查资料才知道 Blue Bottle这个品牌由于商标的原因 一直没有开到中国大陆 Blue Bottle Coffee 这个商标在2015年12月 就被国内广州的一家咖啡公司给注册了 这几年打了好几轮官司都没有搞回来 不过最近好像有了进展 说下半年他们会开到上海来 所以说我们也期待一下 这个品牌其实非常有意思 如果这个视频点赞能过1万 我会想办法在他们上海第一家门店开业的时候 第一时间赶出关于Blue Bottle这个品牌的视频 我一直在想 中国会不会出现像星巴克这样的行业龙头品牌 我之前在讲星巴克发展史的时候 我就聊到过 星巴克在创立之初 经历过业务转型 初始创始人退出 直到霍华德接管了星巴克之后才走上了正轨 然后融资上市资本化 在我看来 国内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品牌走出来 但是取决于创始人以及团队 有没有这种长线视野以及坚定的目标 而且最好是有开咖啡店经历的 因为那是一份初心 要知道星巴克能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 霍华德对咖啡馆是情有独钟的 初创的时候 星巴克的业务只是卖咖啡豆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在星巴克打工负责销售 他就一直想自己开一家咖啡馆 能够直接提供咖啡给客人喝的 所以创始人以及团队决定了我们国内 有没有一个龙头咖啡品牌走出来 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早期的互联网行业 科技行业 这些其实都有活生成的例子 所以说品牌创始人一定要 follow my heart 什么follow my heart 还有一些线上的电商品牌 三顿半 永浦 宇天川 石翠等等 我今天暂且不讲 之后我会跟大家单独聊一聊电商的咖啡品牌 咖啡的行业还远没有到内卷这个阶段 说内卷是纯粹在看表面 咖啡市场的渗透率比较高的地方 也只是在北上广深行这些城市 而且仅限于市中心 二线城市以外没有什么渗透率可言 基本上都是你爱我我爱你 蜜雪冰城甜蜜蜜 所以咖啡市场在国内高速发展着短短的十年 顶多也就把一线城市的咖啡氛围带动了起来 远远没有到卷的地步 什么叫卷 那些手机的大厂和小厂会告诉你 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内卷 资本化的市场就像一个催化机 让一个可能十年后市场能够承载的体量 提前就到来了 所以啊市场就变成了一个处在 非成熟的市场节点的竞争环境 个体创业在这个高压的环境下 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特别是在一线城市 那我每个周末就会在上海的咖啡馆 比较密集的地方闲逛 就是亚马路的那种 那每次一走就是一两万步 根本停不下来那种啊 所以走着走着就会发现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咖啡店 一看就知道是新开的 那有不少路段还不错的店面啊 周末的时间啊都做不满呢 甚至就没几个人 那也有不少咖啡店看起来做的满满当当 但真正的这个盈利情况 他们自己清清楚楚 那还有一些现象级的网红店啊 可能过了这个点 热度不散了之后就回归到正常 甚至是冷清 二线之外的城市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所以啊个体创业我个人觉得在二线之外的城市 机会反倒更大 那一线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型绞肉机 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干这期视频不容易呢 看到最后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点个免费的赞 关注一下我们就是对我们最认真的肯定和支持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